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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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美蕙老師 今天為您介紹一道蒜前菜 也是花菜的菜 我們來看一下它所需要的材料 好 這裡頭我現在手上拿的 這個就是大塊的黃色豆干 它是很軟很嫩的喔 為什麼叫蒜前菜呢 也就是說新馬一代 他們將這豆干切成薄片 這樣子一片一片的 然後這一片一片 他們把它當著鈔票 所以過年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吃這種蒜前菜 這樣柴鹽滾滾 鈔票一張一張的進來 接著我們有五花肉 皮的部分拿掉 因為你五花肉有皮的部分硬之外呢 你在炒的時候容易爆 那我這支五花肉也是切薄片 也是這樣 蒜前的感覺 接著它的配料呢 來看一下 這個青蒜 有一點芹菜 還有辣椒 辣辣之外呢 還有配色 辣椒我把它切成大片 一根到兩根隨個人的喜好 好的 這是芹菜 芹菜成些小寸段 好 蒜苗的部分來 我斜切片這樣子 好 你看今天我的主材料是片狀 所以這段也都把它切成片狀 好 材料很簡單 就這樣子 那我這邊要準備起油鍋囉 好 那我們來放油 我要先憋那個豆干 也就是煎鈔票 好 輕輕放進來 這一張都是一萬塊 隨便你看 看是美金啊 還是呢 新加坡幣啊 台幣呢 一片一片的鈔票 把它攤開 好了 差不多好 我們就換面啊 兩面麻繩恰恰這樣子 因為它很冷 我們還是很小心 輕輕的 輕輕的翻它 哇 這整個顏色更加的漂亮了 這很喜氣啊 很喜氣 我先把它拿出來 這不是油呢 一溫呢 我們繼續來炒東西喔 我們這張作片 一起放進來了 好 這五花肉 好 溫度用中火就鹹了 看看讓它瘦肉比較均勻 這醋肉本身還會在冒油 所以我剛才並沒有在加油 你看製作兩面都捲恰恰也炒熟了 這時候呢 我先下一點的一露喔 好 緊接著 蒜白的部分 辣椒 好 先炒一下 先讓它軟化 再放入粒的部分 芹菜 我們要把它炒軟 再將我們的豆干 我就是這是做鈔票 這是一露 我差不多晃到兩大匙 還有胡椒粉而已 很單純的味道 也不用太重 好 繼續把它翻炒這樣就行 只要這個蒜苗 一軟化就可以了 好 我把它鑽出來了 哇 你看這盤 全部是鈔票喔 新馬一代朋友 過年一定要吃的蒜錢站 一片一片就是像鈔票 吃的鈔票 數著錢 財源滾滾進來 吉祥如意 花大財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